自与同心逆游何运施化清界线 荣祖儿让粉丝感叹的不只是性情向回归正常 更是要一脸疑惑的惊呼 刘浩龙是何许人也啊 身为荣祖儿的师兄 刘浩龙不但没名气没人气 甚至连代表作都没有 这个男人又如何养得起 年收入七千万的天后荣祖儿呢 这不这段女尊男辈的恋情持续了一年 两人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显现 先前这对小情侣被拍到共同出游 就在飞机上分坐头等舱与经纪舱 谁坐头等舱那是不言自明 事情被曝光后 大概荣祖儿都替男友感到尴尬 日前二人在比翼双飞到美国训练时 他便太惊恐 主动为全程陪同的刘浩龙买下机票 当然为了男友的面子 这机票不是买而是用里程换的 看来这悬殊的地位与经纪实力 难为的可不只是刘浩龙一个人呢 不止如此就连平日里二人互赠的爱的礼物 也有天壤之别 荣祖儿动辄上万的男装球鞋出手 刘浩龙却只以爱心手机壳小事物回奏 即使如此 荣祖儿仍爱到难舍难分 每周都有两到三日离开自己的豪宅 到男友租住的窝居中甜蜜短剧 此番美国训更特意支开助手享受二人世界 虽然周浩祖儿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并不去明报首饰 但刘浩龙这连请看电影都选周二特假日 是不是也太抠门了一点 据说在千夫所指之下 刘浩龙已改租大宅方便女友同住 但再大这也是租和作用八套豪宅的荣祖儿 难以相提并论呀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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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